- 跟着说,许卡说他看着咱们他连不进去 - 跟着一颗苹果,等你亲爱的苹果 - 跟着一颗苹果,等你亲爱的苹果 - 跟着一颗苹果,等你亲爱的苹果 - 你说,等老师 - 跟着一颗苹果,等你亲爱的苹果 - 果然是铁打的姊妹流水的男明星 - 刚与年夏弟弟范澄澄合作完九九爱 - 姊妹又携手徐凯上演了一出,为骨科式恋爱 - 毕竟霸道总裁爱上妹妹的竞技是恋爱 - 可谓是CP界的杀手 - 因为甜甜的恋爱氛围感,我们见的多了 - 但是偷感,CP还是第一回见 - 尤其是当见到姚志明,在麦成欢面前时的恋爱小模样 - 我们才发现,其实喜欢一个人,无论是谁是什么身份 - 只要在喜欢的人面前,都会有小害羞的一面 - 而麦子夫妇在剧里扎实的演技 - 更是把恋爱时的小甜径给精准拿捏住 - 这就不知道与剧外两人相处时的模式 - 会不会有很大的关系了 - 毕竟当初徐凯与杨幂出演爱的二八定律时,就曾被许多网友吐槽面摊 - 但是到了成欢季里,仿佛嗖嗖的微表情都多了不少 - 难道这就是喜欢的感觉吗 - 不过谈到遇到姊妹时,就表情管理秒下线的男星 - 又怎么能少得的战哥呢? - 毕竟在当年的东方卫视跨年夜上,战哥就对姊妹一见钟情 - 这位眼神跟随,简直不要太令人上头 - 而你别以为哥哥妹妹去播完节撒花后,就没有联系了 - 其实两人都有悄咪咪的在撒糖 - 最近姊妹新官宣了某品牌的眼镜代言 - 但却被细心的网友发现,妹妹这身穿搭居然与战哥是情侣同款 - 两人这个装扮搭配,简直就是超位夫妇照进现实 - 对此你觉得姊妹哪对,CP最好刻? - 浪漫,暧昧 - 在我心里也是很长期,我的表白,然后还有吻习 - 我们在那打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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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 - 一闪一闪亮晶晶,熬向你的身体 - 果然有姊妹在的地方就有欢乐 - 毕竟妹妹可谓是片场喜剧人 - 而徐凯在与妹妹拍戏后,仿佛就被童话里一样 - 慢慢从霸道总裁变成了搞笑男 - 不过不得不说的是,徐凯的戏里,戏外反差魅力 - 还是很让人上头的,虽然剧里是高冷少颜的霸道总裁 - 但是戏外露透时,却有着男大学生般的清纯透彻眼神 -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成欢记录透时,徐凯看到姊妹爸妈后的腼腆害羞微笑,可以看得出来 - 不过这个肉眼可见的慌张,还是很容易让人上头的 - 但最为让人心动,还得是两人在拍摄吻戏时的羞涩 - 和欲言又止的小暧昧,瞧徐凯这边红的小脸色,我们就知道两人有多甜了 - 而谈到遇到姊妹就害羞的男明星,但又怎么能少得了小狐狸邓围呢? - 毕竟即使是在拍摄长相思时,小狐狸一与姊妹对视,就是腼腆害羞 - 而随后更是连在补妆时,眼神都频频跟随姊妹 - 这个暧昧小眼神,简直不要太好嗑,要谈到大大方方与姊妹对视,而不害羞的 - 估计也只有爹系男友站哥了,毕竟哥哥出席晚会,都会把姊妹的安全放在心上 - 这句害怕妹妹着凉的呼喊声,是真的很难让人不心动 - 还有哥哥在晚会上,守护姊妹的每一个瞬间,都是那么的甜蜜且美好 - 对此你觉得姊妹哪对,CT最好嗑 - 模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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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真理,毕竟像徐凯这样的高冷男神,在姊妹身边也会秒变搞笑男,而soso更是会在片场里,频频讲笑话逗姊妹开心,还会自学魔术,要执意表演给姊妹看,要知道妹妹可是魔术黑洞,这样本就不开放的soso更是雪上加霜,以至于在后来的直播中,徐凯就频频吐槽,妹妹不搭理她的魔术和冷笑话,就凭soso这个委屈的模样。 谁看了不说一句,麦子夫妇上大分,毕竟谁加CP,会像小情侣那样的撒娇式撒糖,果然还是soso懂得,什么叫做霸道总裁的反差感,不过要提到暗戳戳的撒糖,又怎么能少得了,频频以玄学加糖世人的余生夫妇呢,近期战戈的新电影《射雕英雄撰侠之大者》,就公开了首次推荐会,而期间推荐会上的大红色,又刚好又对应了起妹妹最近的新代言,这个颜色巧合, 难道真的只是意外吗?不仅如此,就连战哥最近直播都是职场人风格,这刚好又对应到了,妹妹的新剧《成欢季礼》的职场穿搭。 而回顾年初,哥哥在机场大秀与姊妹的情侣装穿搭,我们就知道有些喜欢是明目张胆的,对此你觉得,麦子夫妇与余生夫妇谁更般配? 这是又美又撒,是不是有点迷之可爱的反派?看看这里面有谁,是不是有点眼熟呢? 音乐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看到了好多细节糖,红加兰,这个红多显眼 妹妹卡点发泼发抖,这个时间点特别好 15点,你说巧不巧,你就看吧 妹妹发的这些照片都屈中了呢 用心吧,你俩逐渐的同化了 夫妻向十足,你看妹妹发泼多三分 照片三行,反正就是离不了三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今天有点点香味 龙豪 我是松手 松手 你为什么叫松手 因为我什么都会一点 什么都一般的 这是零的零的零 没错 还不错 加色多本 母眼可以相信娘子选剧本的眼光 每一个都特别特别的好看 而且大家都非常眼睛 是的 是的 果然谁都逃不了为骨科 这种偷偷摸摸摸的禁忌之恋 也是最能拿捏得住 CP粉们的小心心 毕竟甜甜的恋爱 CP分为糖 已经磕了很多了 但是偷感 CP还是第一次磕 就凭两人这悄咪咪的眉来眼去 谁看了不说一句 一夜成名上大分呢 不过 除了两人戏里的高甜撒糖外 其实戏外麦子夫妇 也是大方营业频频撒糖 毕竟比证据好磕的 永远都是在花絮里 要不然徐凯也不会 在片场里频频说骚话 豆子妹开心了 我就是爱看两个幼稚鬼 在片场里的小情侣打闹 不过谈到隐秘式的砂糖小恋爱 谁又能比得过余生夫妇呢 先是有 CCTV正式认证的时间卡点发剧 这个时间点 刚好就是战哥的生日 后有姊妹卡点三发文营业 卖成欢碎片 虽然是巨波营业 但是没有忘记 要哄下战哥这位小醋谈 果然细节堂才是最令人上头的 而之前妹妹工作室 更是因为卡点战哥生日发文 而遭到黑粉吐槽 但隔天战哥就霸气应援了姊妹 以同样的方式方法卡点发文 这还不足以说明 哥哥与妹妹的关系吗 对此你觉得 麦子夫妇与余生夫妇 哪对CP更好磕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有点enda 感谢